哈囉 大家好 我是Kana Zizi 好久不見 Zizi 這張專輯的概念就是 它是以一個比較女性的視角去描述一些事情 比如說我可以很大膽去追求戀愛 我可以很大膽很自信地做自己愛自己 那這張專輯就是會比較成熟一點 然後有講到一些比較大尺度的東西 然後一些sexy的東西 一些酷的東西 一些比較有態度的東西 都在99% Angel這張專輯裡 所以這個是一張登朵郎的專輯 登朵郎是什麼意思 登朵郎就是轉大人 從小女生變成小女人了 我先問一下 你媽媽知道你今天穿這樣嗎 知道呀 喔知道喔 我媽媽也很辣其實 她現在還單身 所以如果大家也認識她 叔叔的話可以介紹一下 謝謝 NO 平常我絕對不會這樣穿 穿成這樣走在東區 非常的有事 我平常當然還是穿就是舒服就好了 但是我覺得為了這次MV的視覺 穿辣一點沒關係啦 對 為了藝術犧牲沒關係啦 Karen Ceci 視覺進化版的MV 好 左右兩邊的螢幕請看 Cece Cece 她也是一個非常無數的音樂人 所以 現在在等什麼呢 直接就 去聽她的音樂 Let's go 保證 You're welcome You're welcome You're welcome 這裡是愛死 那是不是幹嘛呢 當然是 要 message 給我們的公主 Cece 其實真的很感動 有一種感動的感覺 因為剛剛才跟她們分開 其實真的蠻想念跟她們在一起巡演啊 還有其工作的時光 所以很謝謝她們抽時間 幫我錄這個音樂 一開始剛剛加入Panetat 然後真正一起工作的時候 我是壓力很大的 但是這些壓力都不是來自於她們 都是來自於我自己 突然間會有很多關注度在我身上 我很怕別人會覺得說憑什麼 就是憑什麼她可以加入這個團體 憑什麼她是唯一的女生 但是後來就是經過跟她們一些工作上 還有時間的相處 她們也給了我很多建議和幫助 所以後來我們其實相處得非常舒服 然後她們真的就像我的家 我的兄弟 對 她們三個人真的非常非常的nice 就是我不是在講官方的 就是她們真的很照顧我 不管是在生活上面啊 還有給我一些舞台的經驗啊什麼 她們只要能都會給我一些很有用的建議 我記得我們第一次上了一個通告 然後我實在是太緊張了 然後表現得沒有那麼好 然後後來就是下來的時候 就是我有偷偷的去哭 Jackson發現了說我在哭 然後他就花了很長的時間去安慰我 然後跟我講了一些非常鼓勵人心的話 然後後來我就又振作起來 然後繼續工作這樣 我等一下要回家要怎麼回家 啊 坐車啊 蛤 不是用翅膀嗎 哇 加分 太棒了 OK OK OK